在敘利亞,45人在俄羅斯空襲西北部敘利亞叛軍控制地區時死亡 克羅地亞指責移送移民到該國家失控 敦促歐盟其他成員國協助解決危機 成千上萬的德國人聚集紀念反移民集會一周年 並且強調反對移民的大量湧入 加拿大自由黨的賈斯汀丁·特魯多 在加拿大的議會選舉莊取得驚人勝利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英國 受到英國皇室歡迎 習近平開始為期四天訪問以鞏固雙方的經濟 你着陣anha